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近些年来随着社交软体的推陈出新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网上交友的方式 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 虽然说网上交友有时候是可以拓展你的朋友圈 甚至开阔你的眼界 但是与此同时也给了很多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提到网络犯罪 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女性是受害者 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起案件 女性成为了残忍的加害者 最扑朔迷离的一点是 凶手虽然已经归案 但是警方至今为止还无法理解他的作案动机 这起案件曾经在2014年震惊了整个韩国 那就是泼州电捐案 2014年5月26日 生活在韩国经济道高阳市的50岁赵某 跟妻子说今天要去首尔面试 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赵某平时靠打零工来养活自己的一家 虽然说收入不算很高 但也日子还算过得去 赵某之前从来没有过夜不归宿的情况 赵某的妻子在看到丈夫彻夜未归之后 第二天就向警方申报了失踪案 赵某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位置是 韩国经济道的泼州市 紧挨着他所居住的高阳市 很快警方便在泼州市的一处偏僻近街上 找到了赵某的车辆 车内空无一人 警方取走了赵某的行车记录仪 尝试从里面破解更多赵某失踪之前的线索 可是这行车记录里面记录的内容 却有些让人不解 5月26日下午大约2点半左右 赵某从家里出来 一路开车往泼州市的方向行进 边开车还边哼着小曲 看起来心情非常的好 随后在车辆被发现的位置附近 行车记录仪被人为的给关掉了 警方推测说 应该就是赵某自己关掉了行车记录仪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跟家里人明明说他要去首尔面试 为什么开车要去泼州呢 泼州和首尔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啊 2014年5月31日 赵某失踪5天之后 仁川南洞某工业区的一位工作人员 在自己车辆附近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大行李袋 行李袋被发现当时散发着阵阵恶臭 引来了不少苍蝇 打开行李袋之后 里面的东西把这位工作人员 吓得立刻瘫软在地 他马上通知了警方 警方赶来之后 确认这行李袋里面装的 正是失踪赵某的上半身 而行李袋中除了赵某的失身之外 还有一些女性的头发 以及断掉了指甲 推测赵某的遇害 应该是跟女性有关 以这些头发和指甲作为线索 警方在第二天就找到了此案的嫌疑人 37岁的高美淑 他自称是钢琴老师 有着很不错的收入 被捕之后 高美淑几乎没有犹豫 就承认是他伤害了赵某 他说赵某企图侵犯自己 而自己对赵某动手 完全是出于自卫 警方根据高美淑的口供 在泼州市的一处荒野之中 找到了赵某被遗弃的下半身 案件看似很快就破掉了 但是这留给了警方更大的谜团 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高美淑为什么要杀害赵某 他所说的话又是不是真的呢 高美淑和受害者赵某 于2014年5月25日 在某成人网站上相识 约定于第二天见面 两个人的对话 也是相当露骨和直奔主题 高美淑跟赵某说 想要成为他的情人 并且约定在第二天 5月26日下午4点钟见面 两个人找一家酒店 买点下酒菜 然后在酒店里面边看电影 边谈心 晚上9点钟左右 两个人约会完毕 然后各回各家 赵某失踪当天 开车来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 将自己的车停在了路边 上了高美淑的车 因为赵某已经结婚成家了 这种网上约会的事 肯定是见不得光的 他自己去关掉自己的行车记录仪 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人随后来到了 泼州的一家无人酒店 这类无人酒店在韩国非常的流行 酒店内没有接待人员 入住时在一个相当于自动贩售机的装置上 选择房间和入住时间 然后刷卡 这类酒店能够极大程度的保护入住人员的隐私 而对于高美术来说 这就是极佳的作案场所 事件报告显示赵某身上足足有41处刀伤 而高美术是一个弱女子 凭她一己之力是如何杀害赵某的呢 她有没有其他帮凶呢 警方找到了案发当天两人开房的无人酒店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是 作为凶案现场的房间 里面当时是有房客的 警方只能等房客走了之后才能进入 而新入住的房客完全就不知道 这个房间曾经发生过凶案 究竟原因是因为这家酒店的客房 是用大理石装修的 清洁和打理起来非常的容易 即使是沾上了血迹 用水冲刷之后也几乎看不出来 这就更加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不过这家酒店的监控设施非常的完善 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完整的勾勒出来了 美术作案的全部过程 5月26日下午3点26分 高美术的车停在了酒店的停车场 该酒店每一个客房都会有一个专用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付费之后 可以直接进入客房非常的方便 监控录像显示 赵某先是从车的副驾驶上下来 办理了入住手续之后 高美术从驾驶坐上下来 穿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 黑色的迷你裙 黑色的外套 头顶上还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 两个人举止非常的亲密 就像是情侣一样 入住当天下午6点37分 赵某先从客房里面出来 高美术贴他的拖鞋 也走到了停车场 他打开门往车里看了一眼 然后又回到了房间 而离开的赵某呢 来到了酒店附近的一个小超市 买了两瓶酒 然后又匆匆回到了酒店的房间 当天晚上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 从酒店的房间里面出来过 按照原计划和原来的约定 这两个人会于当天晚上9点左右 约会完毕 然后各回各家 由此可以推断 在5月26号晚上 实际上赵某可能已经遇害了 第二天5月27日上午11点32分 高美术独自一人 从酒店房间里面走出来 开车离开 而此时并没有看到赵某的身影 晚上7点12分 高美术又开车重新回到了酒店 这次他将车贴着一侧的墙壁停靠 副驾驶座根本就没有办法上人 所以此时高美术已经断定 赵某再也不会坐上他的副驾驶 和他一起离开了 而这一次高美术回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几个大大小小的袋子 两个小时之后 晚上9点12分 高美术再次从酒店房间里面出来 这次他换上了一身宽松的连衣裙 从车的后座里面取下来一个带轮子的行李袋 随后回到了房间 5月28日凌晨5点51分 高美术拖着沉重的黑色行李袋 从房间里面出来 推测此时行李袋里面装的应该是赵某的下半身 随后他将行李袋里面的东西 放在车的后座上 然后把空的行李袋又给取了下来 再一次提着空的行李袋回到了房间 两个小时之后 7点55分 高美术又拖着沉甸甸的行李袋 从酒店的房间里面出来 这个时候从监控录像中 行李袋的打包外观中可以看出来 这袋子和5月31日 在仁川南洞某工业区所发现的 赵某的上半身的袋子是一模一样的 高美术将行李袋拖上车之后 开车离开了酒店 从监控录像中分析 高美术应该是在酒店房间里迫害了赵某 而且监控录像中 再也没有出现第三个人的身影 所以初步推断没有共犯 试检报告显示 赵某的死因是进步动脉大出血 所以警方猜测 应该是高美术趁赵某不备的时候 拿着一把尖刀 刺住了他颈部的要害部位 这个时候即使是块头再大的男人 也很难再做出任何的抵抗 高美术虽然在案发过后 马上就清理了第一案发现场 但是他在酒店周围的监控中 留下了自己大量的踪迹 警方在事后的调查中很快发现 作案之后的第二天 高美术就在商场明目张胆的 使用过受害者的信用卡 丝毫不懂得要隐藏自己的作案痕迹 5月27日上午11点32分 高美术开车从酒店离开之后 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 他先是逛了几家化妆品店和饰品店 用赵某的信用卡进行了几笔小额交易 小额交易都没有问题 可是当他来到黄金首饰店 准备用赵某的信用卡结账的时候 却出现了问题 因为黄金首饰的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而且信用卡的名字一看就是一个男的 店员要求高美术出示身份证件 这个时候高美术说道 啊这信用卡是我老公的 还要身份证啊 那算了我不买了 随即取消了交易就立刻离开了店铺 之后高美术来到了一家卖行李箱的店铺 在那里买了一个带轮子的黑色行李袋 而这个袋子就是后来用来盛放赵某上半身的 随后高美术离开了商场 来到了一家五金店 尝试去购买一把店铺 五金店的老板当时还感到奇怪说 你一个女孩子你买店铺干什么 高美术当时跟老板说 要给自己乡下的父亲寄过去 而这个店铺就是高美术后来带回酒店 用来分解赵某用的 事情到此为止 整个作案过程已经非常清晰了 可是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高美术为什么要谋杀赵某呢 两个人见面之前就已经约定好了要去酒店 而且行为举止那么亲密 不像高美术所说的赵某试图侵犯自己 他出于抵抗才酿成了这场悲剧 这其中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隐情呢 在韩国女性作为残忍加害者的案件 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而这些以女性为凶手的案件中 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身边的熟人或者是亲人 比如说长期家庭暴力的丈夫 可是像高美术这样第一次见面就杀人的 还是头一遭 经调查警方得知高美术的职业 并不是他所说的什么钢琴老师 而是专门在成人网站上寻找猎物的原胶女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还开着进口车 而这些钱全部都是他用原胶赚来的 不仅如此 高美术还住着押金1000万韩币 每个月月租100万韩币的高级公寓 但是公寓的管理人员说高美术已经欠房租欠了有一年多了 他的信用卡账单也有好几百万韩币 可是即使是这样 高美术还是经常出入百货商场 动不动就买名牌的包包和化妆品 作案之后第二天 高美术就拿着受害者赵母的信用卡在商场里面购物 所以他的作案动机会不会是金钱呢 但是仔细想想 如果只是图钱 高美术完全没有必要杀人 因为和他来往的这些男人 大部分都是已婚男子 高美术大可以拿走赵母的信用卡 逼着他说出密码 甚至威胁赵母成为自己的长期饭票 否则就告诉他的老婆 一般情况下 这些已婚男人是不敢报警的 更不敢跟家里说 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面吞 所以说金钱有可能是高美术作案的一部分动机 但肯定不是全部 案发之后 高美术和受害者的遗体 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待了两天 甚至还残忍的分尸 可以说其心理素质非同一般 在审讯的过程中 高美术一直不断的强调 是赵某首先对自己起了歹心 想侵犯自己 甚至想动手杀了自己 所以自己才做出反抗了 而且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高美术动不动就无缘故的发笑 引得韩国的警方都感到非常的不悦 是想高美术如果想把整个案件 往正当防卫上靠的话 他在审讯过程中 应该表现出来的是无助和害怕 应该哭而不是笑才对 高美术这一系列诡异的行径 让韩国警方不禁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在高美术的社交媒体上 可以看到他在国外度假的照片 打高耳术的照片 出入高档餐厅的照片 以及各种名牌包包 他似乎是在刻意炫耀自己 这种富足的生活 可是仔细看的话 在这些照片下面 找不到任何一条评论或者是点赞 在高美术的通讯录中 也只有那些平时和他来往的原交对象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朋友 韩国那些犯罪心理学家认为 高美术有表演性人格障碍和被害妄想症 他当年行凶时所使用的凶器 就是一把随身携带的尖刀 而这把刀他说自己已经戴在身上有几年了 不仅如此 韩国警方还从一家防身器材店中了解到 高美术经常在那里购买高压电机防身器 即使器材店的老板已经卖给了高美术电压最强的那一款 高美术仍然觉得这力道不够 甚至还想买枪 这器材店的老板说 你这买枪不行啊 买枪得有许可证 可是最后高美术不知道从哪真的搞到了一个许可证 买了一把瓦斯枪 当警方问到他说 你为什么买这么多防身器材的时候 高美术说到 世道险恶总是有人想害他 但是如果你认为高美术是因为被害妄想症 在那天失手杀了赵某的话 那你就错了 这个案子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点是 案发前一天5月25日 五金店的监控录像显示 高美术购买了铲子等物品 也就是说他已经计划好了要作案了 5月25日高美术除了受害者赵某之外 在成人社交网站上还联系了好几名男子 似乎是在挑选下主的对象 一般来说原教科和原教女之间的对话都非常的直接 时间地点多少钱 可是5月25日高美术的说话方式 却非常的奇怪 他问原教科说道 你会好好听女人的话 女人让干嘛就干嘛吗 你会好好爱我珍惜我 只对我好吗 如果对方的回答太过于强势 或者是对方的言辞太过于露骨的话 就会被直接淘汰 最终高美术选择的对象是赵某 可是如果没有赵某的话 会不会有李某王某呢 在审讯中高美术还透露出了一个细节 他有一个交往了4年的男朋友姓全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正是这位全姓男子 帮他租下来押金1000万韩币的高级公寓 房租之前也都是全某交的 但是在案发前不久 全某突然之间断了对高美术的经济支援 甚至对他渐行渐远 渐渐和他断了联系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高美术为了发泄他对全某的恨 将这种愤怒转嫁到了其他人身上 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 韩国检方认为 虽然高美术并没有前科 但是考虑到他残忍的罪行 对受害者一家的伤害 以及将来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 申请对他判处无期徒刑 以便将他从社会中完全隔离出来 不过最终在2015年8月 韩国大法院宣布 考虑到高美术多少患有人格障碍 而且作案当时情绪极度不稳定 所以给他判处了30年的有期徒刑 目前高美术正在青州女子监狱服刑 韩国的官方决定不公开高美术的身份信息 所以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他不打马的照片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只找到了一张不太清晰的 要知道有期徒刑的犯人 如果表现良好的话 是有机会提前出狱的 那么到时候会不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赵猛呢 这才是最让人背后发凉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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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